字幕志愿者 杰茜 好 那谈到全球化 全球化是什么呢? 我套用蒂根森、Charles Dickens 的話 It was the best of time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 這是最好的時代 也是最壞的時代 那因為全球化一方面所代表的是機會 但另外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陷阱 他可能是機會無限 但是也可能是處處的陷阱 好 那所以常常全球化 我們看到他代表是一個正負兩面的效果 一般我們認為說經濟自由化跟開放市場 對 開發中國家的衝擊非常大 但是他一樣衝擊第一世界 就是這些先進國家 所以像美日德、法英這些國家 如何選擇自己的政策 那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呢 這些各個國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跟制度安排 我們談過 不同的制度安排 形成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 那他因應全球化的衝擊 也各有不同的政策選擇 我們看到在這一個光譜上 最左邊國家的干預 最右邊是自由市場 Free market 那我們來看說這個State Intervention 在日本你可以看到企業跟政府 是密切的合作的 那而在英國、美國 你看到是一個主張自由經貿的市場 而在德國、法國 是在這個光復的中間你看到的 像德國他為了社會和諧 而國家介入非常多 那法國也是由政府主導的經濟 那像法國之前還有蠻多的國營失業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像美國呢 美國非常崇尚自由市場跟自由貿易 不信任政府的 那所以全球化之後 尤其中產階級的哀歌 整個薪資的下降 那中產階級的薪資是停滯的狀況 那在德國呢 他是一個社會、市場、經濟 也就是不完全依靠市場的一個法則 還有包括國家的介入 非常仰賴政府、企業跟勞工密切的合作 三者的密切的一個合作 那在法國我們看到說 他的官僚體制非常的龐大 而由政府來主導經濟 那尤其在加入歐元區之後 本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後 削減福利、縮減政府的權力 還有預算辭職 所以政府的公共支出減少 而在日本 那孤獨的帝國 整個經濟的停滯 工作機會大量的消失 終身僱傭的一個市為 那還有這些非電型就業 籠籠派遣的增加 那日本也是最國際化的 他的資金 國際化是說資金往世界各國去投資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全力阻擋外資的進入 外資要進入日本 並不容易 那企業跟政府是密切的合作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這些先進國家的政策選擇很不一樣 所以即使是這樣子 你看到一個總體的方向 就是自由市場的力量當道 那跨國企業富可敵國 而且這些企業呢 從全球金融市場獲得資金 而追求最大的一個利潤 這是我們談到全球大賭場